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那咱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项目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好,还是老办法 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一些东西 好,在上一节课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在项目管理里边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项目的结项阶段,项目的结项流程规范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范呢 那在上一讲里边呢,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收尾的这么一个后续工作 主要包括哪些呢 主要包括整理项目文件并保存 项目团队内部的一个总结 我们团队内部通过这个项目,我们需要包含几个方面呢 就是第一个,对项目资料数据的总结 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好,第三个就是总结项目流程是否对项目实施起作用 第四个就是总结成功的关键因素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客户满意度的调查 以及项目结项的一个评估 项目结项的评估呢,又包含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对项目完成情况的一个评估 第二个就是对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成员的绩效评估 就是简单的这么两个点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内部要开一个项目的总结大会 其实就是说把我们刚刚第二点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需要总结一下 好,再一个就是给大家布置了一下一个作业 好,那这个是我们上一讲给大家大致讲的一些内容 好,那这一讲呢 就是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SVN的使用和一些介绍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下SVN的一个介绍吧 来看一下,同样来看一下本节课的我们讲的一个目的 好,这节课呢,主要就是了解一下SVN是什么 并且使用它的方法是什么 本来呢,这节课是准备是想在那个项目实施的阶段给大家讲的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一些个啊,怎样去管理这个代码 这些方面的一些使用啊,但是呢,这个在企业中用的比较多 而且还有一个GIT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代码管理的一个工具吧 所以就想给大家拆出来讲一下 好,那想话不多说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接着来看一下SVN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相信呢,就是很多做过开发的同学或者说是有过工作 就是在这行有过工作经验的同学都知道这个SVN 不管是你是一个使用者还是说是一个维护者 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的都会接触到这个SVN 那SVN是什么呢 SVN是Subversion的一个简称 是一个开放原代码的版本控制工具 版本控制Revision Control是一种软件工程技巧 在开发的过程中确保由不同的人所编辑的同一文件都得到更新 版本控制的作用就是追踪文件的变化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SVN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说白了就是一个代码管理工具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版本控制呢 很简单就是说当我们出错了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的回到没出错时的状态 因为这个SVN可以就是说回退 RAWBAC跟MySQL有一个事物 RAWBAC给它RAWBAC回去 这个是特别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应该描述的很清楚了 大家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SVN的好处 可以并行开发 就是说我们可以多个版本开发同时进行 然后我们最终就是默认识到一个主的分支上 然后提交给服务器 还有这个第二个就是管理变更 管理和控制变更 然后配置项可控 都是可以我们自由自在的去配置的 我们需要有哪些配置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配置 那版本的比较就是灵活的比较 每一个版本间的这么一个差异 第四个就是自动构建 第一个就是保证实现线上的和SVN的 圆码的一致和它的一个正确性 提高这个集成的速度 快速回退 这下一个就是文件的存储 就是安全统一的文件集中存放与管理 我们会有一个SVN的一个代码仓库 我们所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部门 所有的系统的代码 我都存放到那上面 比如我想去更改代码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check out的一份 这个后续我会给大家讲 check out的一份 然后开始做 做完了 然后今天比如说今天工作完了以后 然后我再commit提交一下 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版本控制 因为它是一个版本控制的一个工具 历史它可以追溯 然后发布版本可以查看 比如说你提交第一个版本的话 它可能就是version 1 第二个版本可能就是version 2 是这样的 然后每个人谁提交的 在什么时间提交的 你干了那些事 它都是可以就是有根有据可查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关于svn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好看完了它的这个介绍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一些名词的一些解释 好来看第一个啊 修订版就是版本号啊 我们一般就叫它版本号 v1v2v3啊 可以认为是某个文件在其生命周期内各个保存的快照 每个快照和一个时间区间对应 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提交的 就是v1这个版本 明天提交可能就是v2这个版本 它就有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版本号 第二个就是版本库和配置库 就是存放修订版的这个一个数据库 还有第三个就是本地工作拷贝 就是修订版在本地的副本 就是你从那个svn库里边 我checkout的一份出来以后 我在这个本地库里边进行更改 更改完 就是我对这份代码修改完测试完了以后 就给它核定成一个一个新的一个版本 locking 就是标记正在修改的这么一个状态 conflict 就是冲突 并发版本控制 是防止修订版混乱的这么一个错误的机制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它的一些个名词的一些解释 我希望同学们就是说 不管是在以后阅读这个相关的svn的这个文档 或者说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希望同学们看到这些 如果说遇到这些名词解释的时候 希望大家同学们就是能够知道它是什么个意思 好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svn的一个名词的解释 解释 第四个给大家介绍一下svn版本号的一个介绍 给大家画了一张图 比如说就是第一个 这是我假如说这是我第一天去做的 就是R20 第一个版本 它是一个文件夹 R1的文件夹里边又有一些文件 R2文件夹里边又多了一个文件 R3这个文件夹里边又多了两个文件 那这个版本号的就是说 它是在逐步的去递增 逐步的去迭代的这么一个版本 那R3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R1R20都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版本 在这个老的版本上去不断的递增 就是看了这张图以后会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 一个了解 对这个svn的版本号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第五个主线基线以及分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主线就是trunk 代码文档就是存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按内容定义目录 分类存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这是有一张图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来再先给大家介绍完 第二个就是基线 就是一个tags trunk某一个某一版本的指楼拷贝 就是打个标签标记发布版本 追查历史 回退的使用 回退时我们再使用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东西 第三个就是分支branches 就是多版本的并行开发 合并到这个主线时 可能会发生较多的冲突 建议有计划的使用分支 这个是我们进行 我们比如说提交多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分支的 这么一个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介绍完了上面的一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大致的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就和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概念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root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s1的一个库代码库 库里边有两个这么一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project1 project2 project1里边有这个trunk 也就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主线 tags就是基线 branches就是它的一个分支 我们可以比如说 某一个人提交的 我们往这里边放 tags我们可以追溯它的这么一个历史 tags就是它的一个主线了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目录的结构的一个介绍 右边和左边的这个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tags里边有project1 project2 tags里边有project1 project2 只是说把不同的项目 给它分别放到tags tags 还有branches 这三个门间夹里边 这是两种不同的代码管理的方式 当然是我们一般在工作中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左边这个 第一个这个 project每个project下面的话 有自己的tags tags 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大家在建立这个S分库的时候 或者说是建完了以后 我往上面传的时候 那都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代码的一个统一 一个管理 这样的话也是会比较方便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S分的一个主线 基线和一个分支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大家有了也有了自己的一个认识 一个比较直观上的一个感受吧 好 那这个就是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S分 什么叫做S分 什么叫做S分 S分呢 它的作用是啥 我们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S分 那不使用它的话 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是S分 接下来呢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关于S分的一些名词的一些解释 然后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分的版本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规律 一个方式 最后呢 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主线 基线和分支 它是一个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S分 关于S分的一些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户作业 这节课呢 客户作业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复习一下本节课中所讲的一些S分的一些基本知识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理论一点的知识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预习一下下一集S分的一些基本的操作使用 包括它的checkout 它的commit delete 增上改查 这个是还有它的默认值 然后我们怎样去给它合并 这些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我希望同学们呢 就是在这一讲里边把这些一些简单的概念呢 给大家给给给给都给弄清搞懂 那为下一节这个我们做这个S分的基本操作的 讲S分一些基本操作的命令的时候 打下一下基础 那还是同样啊 希望呢同学们呢下了下了下去以后呢 好好的去完成啊 这么一个作业 好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些 那咱们下节课再见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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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